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到天黑了 孟子才回到家 这个时候 孟母猛地拿出刀 一把就将织布机上的丝线给剪断了 然后对孟子说 你的废穴就像织布机上的断线 线断了 布就没办法织了 你经常逃学 怎么能成为有用之才呢 你今天不刻苦读书 今后就不可能远离祸患 将来不做强盗 也会沦为私益 孟母这一段劝说呀 就在孟子幼小的心灵里 种下了小小的种子 从此 但惜勤学不惜 终成卢学大家 和孟母一样 欧阳修的母亲 欧母也非常重视教育 她话敌娇子的故事呢 告诉我们 人穷 智不穷 读书不分贵欠 欧阳修四岁的时候 父亲去世了 家境一落千丈 穷到什么程度呢 房屋一间 地屋一拢啊 因为穷 家里没钱买笔墨纸业 欧母就只好用芦苇干当成笔 沙子当成纸 一笔一画地教欧阳修写字 欧阳修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特别懂事 学习成绩呢 也很优异 后来啊 欧阳修积极支持范仲淹 维持宗教心法 为此呢 她也被贬值了 欧母就宽慰儿子 说 你这是为正义被贬值 我们家过惯了贫寒的生活 你只要思想上没有负担 精神不衰 我就高兴 欧母如此 儿子怎能不伟大呀 另外 劝学也不分早晚 近代著名医学家黄辅密呢 就是从二十岁开始才认真学习的 这也得益于她的婶婶 黄辅密呢 是年幼父母双亡 在叔父家呀 长大 她从小懒散 不肯读书 特别贪玩 直到二十岁 还成天东游西逛 无所事事啊 周围邻居呢 都对她议论纷纷 说她是朽木不可凋野 她的婶婶人事呢 是看在眼里 痛在心上 黄辅密呢 对沈娘呢 也算是孝敬 有一次啊 她上街买了个甜瓜 送给人事 人事呢 就抓住这机会 说 你以为拿点瓜果回来 就算是孝敬吗 你都二十了 还不务正业 不认真学习 不懂得道理 我怎么能感到安慰呢 现在 你送什么给我吃 我都不高兴 黄辅密那个难受啊 第二天 她就不再游荡 去拜了附近的学者习坦为师 在习坦的指教引导下 黄辅密努力学习 博览各种典籍诗文 学业大有长进 黄辅密后来成了名人 多有名啊 洛阳纸贵这个成语呢 就来自于他 说当时左思写了三都妇 特地呢 向这个黄辅密啊 请教 黄辅密呢 大家赞赏 为他写了个序 人们一看 黄辅密推荐的 那肯定错不了 于是争相传钞啊 一时间呢 这纸张短缺 商人趁机提架 于是呼洛阳纸贵 黄辅密后来得了半身麻痹症 啊 病魔产生 无限的痛苦 为了解脱病痛 他就想啊 自杀 人士呢 又教育他 说 你读了那么多书 就是要为世界啊 多做一点事 随便就死了 那过去的辛苦 不就白费了吗 现在虽然痛苦 但你怎么就知道 病一定不能治好呢 黄辅密听了婶婶的话 重新振作起来 医生医治无效 他就自己啊 来找医书看 终于看到记载说 针灸可以治伪必症 他就用针 在自己身上啊 反复实践 最后黄辅密 不但治好了自己的病 还写成了一部 《针灸假以经》 韩玉说 叶金于情 荒于西 行成于丝 毁于随 古代慈母们 似乎有一种天然的睿智 在教子时啊 不是举起棍棒 而是呢 多以巧妙方式来劝学 小智一礼 以情感化 欢迎回来 古话说 治不利如无舵之舟 无闲之马 在培养志向方面 古代慈母很有心得 比如徐侠客的母亲 王儒仁 后人在评价 徐侠客的时候 往往会追加一句 侠客之旗 儒仁成之 王儒仁做到了一个 母亲的最高境界 该陪伴时陪伴 该放手时放手 让儿子得到了 物质和精神上的 双重富足 王儒仁会织布 织出的布匹 能与丝绸媲美 能卖出丝绸的价格 他行事干练 开了纺织 手工作坊 就这样 徐侠客出去看看的 经济基础就有了 徐侠客十八岁时 父亲不幸去世了 母亲又过了花甲之年 这种情况下 他想出游 但考虑到现实 又觉得不行 整天的很纠结 不开心 王儒仁知道 儿子的心思 就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 说你的志向我知道 哪儿就应该志在四方 什么父母再不远游 别听那一套 你一辈子守在我身边 是无所事事 这样委屈自己 为娘心理呢 也不安 你只有展翅高飞 干出一番事业来 才是对我最大的孝心 二十一岁的徐侠客 听了母亲的一番话 终于放下了包袱 第一次旅行 因为放心不像母亲 徐侠客只在附近 转了转就回来了 他就把自己沿途的见闻 讲给母亲听 之后每次出游 王儒仁都要跟徐侠客说 你出门游历明山大川 可要绘好图 回来拿给我看 在外不要惦记我 有小孙孙和我做伴 母亲的通情达理 给了徐侠客巨大的鼓励 自此呢 他的行程就越来越远 实现了自己的报复 五月十九号 中国旅游日 也是因为徐侠客出游日 而设立的 在培养志向方面呢 韩玉的少少 这个郑氏呢 也是很有心得 韩玉虽然是官患之后 但他三岁 父母就相继过世 没过几年 哥哥又病死了 韩玉呢 就只能跟着嫂嫂 过日子 咱们都说呀 长嫂为母啊 为了激励韩玉 刻苦学习的志向 郑氏呢 就经常跟他讲 历史上苦读成才的故事 说这一天 郑氏在教他读 报任安书的时候 给他讲了 屈原被放逐后 如何写出了离骚 身病 被旁娟挖去了膝盖骨后 如何修了兵法 这些故事 对韩玉的启发很大 过了几年 郑氏觉得自己 已经没有能力 辅导韩玉了 就想叫他呀 外出巡游 想名师求教 增长见识 他对韩玉说 你到洛阳去吧 那里名人学者多 在那学一段时间 还可以再去长安 开开眼界 嫂嫂的一番话 让韩玉很感动 功夫不负有心人 韩玉经过多年刻苦努力 终于成为被世人称道的 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 后来啊 正式去世了 韩玉打破惯例 为正式披衣麻戴孝 为了纪念嫂嫂 他还特意写了纪文 纪正夫人 纪文说呀 我生不成三岁儿姑 蒙幼未知 居我者凶 再死而生 实为嫂恩 对于韩玉来说 正式虽然只是嫂子 却不亚于母亲啊 俗话说 学贵有恒 人贵有志 古人很早就明白 立志的重要性 就像那句话说的 不怕路远 就怕治短 继继续回来 李济说 幼子尝试悟狂 意思呢 就小孩常在父母身边 父母啊 不要说谎 应该以一声作则 在这方面 孟子有一个好母亲 说有一次啊 孟子看到邻居家 正在杀猪 就问母亲 他们杀猪干什么呀 牧母就信口说了一句 杀猪给你吃肉啊 哎呦 一说出口 他就知道失言了 做不到啊 就非常的后悔 孩子刚懂事 我就欺骗他 这明明就是撒谎 真不应该信口开河 为了不给儿子 造成牙无性的不良影响 牧牧咬着牙 从街区的生活费里 挤出钱来 从邻居家啊 买回猪肉 炖给孟子吃 兑现了 无意当中的许诺 我们再说 公父文博的母亲 叫靖江 国语里啊 有记载 说公父文博 是鲁国高官 有一次呢 他回家 看到母亲在织布 他就怪母亲 你儿子已经 升居高位 咱家里不缺钱 你还亲自织布 没必要啊 靖江看了看织布机 又看了看儿子 叹了一口气 说 你虽然升居高位 但恐怕 没有明白 居官任职的道理啊 土地肥沃的地方 人往往不成才 反而呢 那荒山寄土的人 倒多有出息 你知道为什么吗 匪土卧壤 苟且偷懒 就容易生存 那荒山寄土呢 要生存 就非得勤劳不可 而智慧美德 恰恰是从 艰难勤劳当中 激发出来的 你呢 才不过当了一个夏大夫 就徒自身安逸 我就担心你 如果这样当官 我们的家风 叫从子衰败 对于靖江啊 这个孔夫子啊 多次圣战他 有智慧 施礼 说 靖江殉子 秦职之后 孔子呢 就对他的学生说呀 只有像靖江那样的母亲 才叫丝毫不放纵自己的心智啊 继续回来 俗话说 要成才 先成人 对于孩子的品德教育 母亲需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战国时期 赵国有一位名将 叫赵阔 成语 纸上谈兵 就源自赵阔的故事 这赵阔呀 自小 聪明伶俐 熟读兵书 经常呢 被人们来夸 这就让他沾沾自喜啊 自以为 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事家 可以捅兵打仗了 让赵阔的母亲 很明白 她空有理论 缺乏实践 赵母经常劝诫儿子啊 说要谦虚谨慎 脚踏实地 但遗憾的是 这赵阔呢 很自负 没有听母亲的教诲 最终 酿成了悲剧 说当时啊 秦国的史诚 看出赵阔 就是个花架子 没真本事 于是呢 就使用计谋 离间赵王和连坡的关系 让赵阔 顶替连坡 来和秦国交战 赵王果然听信谣言啊 就下令 让赵阔 替代这个连坡 带兵打仗 赵阔的母亲 一听说 极力劝说 儿子不要去啊 然而呢 赵阔正正有词啊 说我觉得赵国 已经没有谁 能胜过我了 赵母看到儿子 如此的骄傲自满 便立即上书 请这个赵王啊 收回成命 赵王就觉得奇怪呀 别人家母亲 都希望儿子升官 你为什么不愿意呢 赵母就回答 赵国的父亲 当将领的时候 和士兵是同持同住 有什么事和大家一起商量 从来不一个人自作主张 得到的赏赐呢 也都全部分给手下 赵阔被封为将领之后 高座帅位 发号施令 士兵跪服于前 不敢仰视 他得到赏赐 也全部运回自己家中 如果让他带兵打仗 那必定会吃败仗啊 可惜的是啊 赵王丝毫听不进赵母的劝告啊 后来赵阔带兵打仗 全军覆没 他也被秦军乱箭射死 这一战也就使得赵国 就此一蹶不振啊 赵王非常的后悔 当初没有听赵阔母亲的话 应该说呀 赵母那就是一位颇有见识的女性 她不以儿子被提拔沾沾自喜 而是省时夺势 从大局着想 来阻拦儿子成为将领 表现出超出常人的胆识 和不寻私情的精神 从这个角度来讲 赵阔是一位失败的将领 他的母亲 却是一位智慧的母亲 相比之下 也是战国时期 楚国的大将子发 他就狠听母亲的话 楚情交战 子发呢带兵作战 前线断了粮草 他就派出使者向楚宣王告急 这使者见完楚宣王 路过子发的家 就顺便探望了一下子发的母亲 子发的母亲就问 说军队的供给如何 使者回答 咱军队里还有一些豆子 大家一粒一粒分着吃 子发的母亲又问 我儿子吃得如何 使者回答 将军每顿都能吃上米饭和肉 身体没问题 请您老放心 事后不久 子发打败了秦军 回家拜见母亲 没想到 母亲把门锁得紧紧的 不准他进门 母亲说 你这个不孝之子 怎么还有脸回来 对于母亲这一番操作 子发是一脸的蒙圈 忙问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 母亲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说岳王勾剑讨伐吴国 有人献给他一坛酒 勾剑派人把酒 倒在一条江的上游 让士兵一起来饮用下游的水 虽然这水里没什么酒味道 但士兵感受到了勾剑的关爱 打仗的时候 战斗力是提高了五倍 后来又有人献给勾剑 一大袋的干粮 勾剑把这干粮分给了士兵 虽然大家都没吃饱 但打仗的战斗力 又增加了十倍 和勾剑相比 你呀正好反过来 你做了将军 粮食不够 士兵把豆子都一粒一粒的分着吃 你自己呢 大口吃饭 大口吃肉 难道你能咽得下去吗 像你这样的将军 打了胜仗 那也是偶然的 不是你的功劳 紫发听了母亲的教诲 很受触动 表示一定改过自新 母亲这才让他呀 进到家中 打那以后 紫发带兵打仗 都主动关心士兵 和他们同甘共苦 不得不说呀 紫发的母亲声名大义 懂得让儿子关怀士兵 以此提高战斗力 真的是难能可贵呀 欢迎回来 在古代 不少官员 正是在母亲的严厉教导下 连结奉公 成为楷模 咱们来说一说田母巨精 田母是田继子的母亲 田继子呢 是战国时期 齐国宰相 由于他公务繁忙 俸禄微薄 就无法呀 让母亲安详晚年 他心中有愧呀 总想找一个机会 好好地弥补一下 恰好有一位下属啊 想托他半点事 送给他黄金 起初呢 田继子呢 是拒绝的 但是听到对方说 是孝敬老夫人的 未能好好尽孝的愧疚感 顿时涌上心头 于是呢 就收下了 然而当田继子 把黄金送给母亲时 母亲一点也不高兴 反而很担忧 他问儿子 你的俸禄好像没有这么多 这些黄金是从哪来的呢 田继子解释说 黄金是下属送的 听到这话 田母是火冒三兆 训斥儿子 说你自己腐败堕落不说 难道还想让我陪你一起 毁掉仪式的英明 田母让儿子 速速将黄金退回 并向齐宣王请罪 之后啊 田继子 把黄金退给了下属 并向齐宣王请罪 要求罢免自己的官职 以此来惩罚自己的罪过 鉴于田继子啊 能主动自首 及时悔改 齐宣王啊 这个赦免了他 让他继续啊 担任宰相 对于田母啊 齐宣王就非常的欣赏 赏赐千金 并赵令天下 向田母学习 和田母一样 东晋时期的陶母 也非常重视青年教育 陶母说的是 名将陶侃的母亲啊 陶侃是陶渊明的曾祖父 陶侃呢 曾担任过巡洋献力 主管渔业 他在官府吃烟鱼的时候呢 想到家里老母亲 就装了一坛子烟鱼啊 派人送给母亲 唐母听这个宋渔的说 鱼是公家的 他心情啊 就极为沉重 拿了一张纸 写上了一个封字 把坛子呢 给封了起来 然后又写了一封 赤子儿子的信 让宋渔的人 把这个坛子啊 和信啊 交给儿子 陶侃看了母亲的信 愧疚万分 下定决心 这一生都要保持青年 这故事呢 后来演变成了一个成语 叫陶母者子 陶侃76岁那年 疾病残生 于是告老还乡 临行前 他来了一个封库的行动 就是把军营里 各项资产呢 一一造册登记 然后呢 锁进仓库 贴上了一个封条 他这个封库的行动 被广泛占预 朝野以为美谈 从陶母封渝 到陶侃封库 可谓是高峰亮节 一脉相传 那到了宋代 江西的南风先生 也就是唐宋八大家的真拱 通过求于内政绩的办法 来加强围观者的道德修养 然后呢 在这基础上 以名为本 节用育名 曾拱之所以能够形成 这些廉政思想 和他母亲 有很大的关系 说当年呢 曾拱和他几个弟弟啊 妹夫啊 同时搞中了进士 曾母当然非常高兴 但也有些担忧 孩子们从此踏上了仕途 就担心他们 能不能养成连结自律的品性呢 于是呢 他就用这个龙青园的故事 来教育孩子们 龙青园呢 是曾家的一个小园子 曾拱的爷爷 曾志瑶 曾经在陕西做官 有一年 告假回乡 来看望母亲 曾祖母呢 就在龙青园呢 白酒接风 亲戚们呢 都以为 曾志瑶啊 在外围观多年 肯定会带着不少的钱 才一锦还乡 当他回来的时候 衣衫蓝绿 十分的寒酸 一些亲戚 看到他这个样子啊 当面就嘲笑他 太寒酸了 曾祖母为儿子辩护 说 我儿能这样 清贫地回来看我 这是我的荣耀 如果他带回许多的钱财 那才真让我担忧呢 为了纪念这件事 曾祖母呢 就把白酒的这个园子啊 叫做荣青园 曾拱的母亲 就希望孩子们上任之后 能像他们的祖父一样 做一个清廉的好官 造福一方 后来 曾拱和他的兄弟 都严格遵守家规 恪守清廉 受到朝野上下一致好评 我们再说明代的海瑞 他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 他的清廉品格呢 也是深受母亲影响 说有一次 海瑞的母亲大寿 他呢 就想摆几桌像样的酒席 来给母亲祝寿 老太太当场拒绝说 我明白我啊是一片孝心 但是如今世风日下 你若为我置办寿宴 邪恶之人 为了巴结你 很可能借这个油头 来收刮百姓 为了我让百姓受苦 也让你难做 你觉得合适吗 海瑞听后羞愧不已 就打消了白酒席的想法 后来啊 海瑞只买了两斤酥肉 悄悄给母亲过了手 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同僚 就故意啊 放出闲言碎语 说这个海瑞太小气了 没孝心 给母亲作寿 只买两斤肉 为此呢 海瑞的母亲一笑致之 告诫海瑞 不要理会 在污水横流的时代 海瑞那可谓是一汪清泉 而这清泉的源头 正是她的母亲 历史上各种慈母 教子的故事 是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通过这些故事 展现出母亲们锐智的劝说艺术 高尚的道德情操 和伟大的人格修养 咱们祝愿天下的母亲 节日快乐 幸福 安康 好的 这就是今天的读书料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五晚上八点 老时间 读书料理 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